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危险的诱惑 像险落 就像飞蛾扑火 向着光明坠落 看一切被淹没 别切磨 看看那燎原星火 相信这一切都有因也有无 所有罪恶都不会轻易逃脱 是明明那狂风暴雨的蓬陀 那回忆呼啸而过 小心 给 凌小姐这么晚叫我到这儿来 是想让我调查什么呀 慈幼院 慈幼院 这不是朱家的产业吗 朱少夫人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调查 除了这件事 再帮我调查一个人 谁 朱冒 朱冒 朱少爷的父亲 对 我了解到朱冒正在利用慈幼院 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但具体的 需要你帮我进一步调查 看来这件事情 朱少爷并不知道 希望这次你能替我保密 师爷操守 守口如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请 林兄 感谢你这次出手相救 还有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宝儿的照顾 初帅这话说得就有点不妥了 我和宝儿的情谊 不需要外人来感谢 想必和我单独见面 一定是有话要说吧 林兄果然是聪明人啊 这次来是想带走宝儿吧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想带他走 为什么还让我来啊 因为你见到我便可放心 周少爷这么自信 我愿意用一切 保护他 爱他 你是他最重要的情人 我把这份保证告之于你 在联合镇的地盘上 没有谁比朱家更厉害 你这份保证 没什么诚意 朱家与我 宝儿与我 非要做一个选择 那一定是宝儿 宝儿就是我的全部 你们到得这么早 林兄啊 刚来联合镇 人生地不熟 我就先去酒店接上他来到这儿 你该不会是背着我 讨好我哥吧 讨好讨好大舅哥 有什么错吗 不好意思 今天呢 我要好好陪陪我哥 就委屈你了 行 快撒沙了 菲力牛排 番茄意面 大舅哥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一份后多事 我还不知道你 从小就喜欢这口 喜欢甜 看来 林少爷很了解宝儿的喜好嘛 那是自然 毕竟她是我妹妹嘛 是 比亲生妹妹还亲 怎么 身为丈夫 难道朱少爷对宝儿的喜好 一点都不了解 当然了解 刚刚点的都是宝儿爱吃的 我还特意买下了这个餐 下午 酝 坐上 又有不解宝儿 坐下 就是 我 蔬菜健康 哥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 每次都让我先吃蔬菜 快吃吧 难得林少爷来联合镇 我们夫妇定做好地主之一 吃完这个饭 去转转 不用麻烦了 看看宝儿 我就回南洋了 这么早就回去啊 朱少爷 社妹就交给你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随时联系我 但是如果宝儿受到了什么伤害 我第一个让你试问 这样 我先去取车 有了 我先去 宝儿 你要找到东西 有线索了吗 还没有 不过 我很肯定应该还在朱家 我看着朱冠文 对你也是真心实意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我还没想好 不过 我别有选择 依我看 她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心甘情愿被你利用 听完 她现在真是不得可 我也有信心 你是非常否划 也就ansa 你把俺已打出了 当然不能 可如今的联合阵已经乱了 咱们可不能自乱阵脚 爹 你打算怎么做 不解决林宝儿 霍运这块肉迟早还得吐回去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可现在我们的敌人 不单单是林宝儿这么简单 这一切都要从长进矣 你的意思是朱家 你说啊 如果这个联合阵以后改姓斗 你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其实 我不想让他离开联合阵的 难不成他想让你成为林家媳妇 滚文 我都跟你说了 他是我最亲的亲人 是 最好是这样 还有啊 我这次回来呢 他是给了我很大支持的 其实你很幸运的 能有这样的家人 不抢我 不抢我 滚文 没事 我现在有了你 知足了 那 如果有一天 我伤害了你 你会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你伤害了我 那我会恨你一辈子 那我会恨你一辈子 除非你给我买汤 好吧 别想那些事了 吃个汤 心情会好 我又不是小孩子啊 怎么 不爱吃汤 真没想到啊 我太太竟然还有这么孩子气的一面 我 干嘛 已经到终点 却像对一屋檐 错开的视线 就像洪水在蔓延 谁又甘心被欺骗 爱怎么会是谎言 在一瞬间 雨过的画面 闭上眼 清除你指尖 为宿命去冒险 在刀剑上 迷离尽致的表演 某个瞬间 脑海的画面 想用心来 时间藏在心底的心愿 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 黑暗里的一丝光线 会睁开眼